第一千集 大结局 我也要被击杀呀 不错 方寒 这件事情你要好好地考虑 我虽然掌握英国 知道英国不可逆 但是 你已经完全超越了英国 方寒 你想想 你万有的闪失 元界怎么办 洪荒祖龙岛 元界 出来吧 方寒身躯一动 整个元界从身躯之中 落入了方清雪的手中 其中许多弟子都在劝说他 无妨 诸王不是万能 而我无所不能 方寒依旧是这样一句话 活蒙 祖龙 自在 你们和天母一起守护元界 我一个人对他所有 我是永生之门的麒麟 没有人 可以斩杀得了我 好吧 洪蒙道人看着方寒心意已经决定下来 连连后退 方清雪 也守护着元界 向后退去 造坏 造坏先王 元界之主 还有你们 方寒扫了一眼在场的十一位先王 我给你们踏入永生之路的机会 不过只有一次 一次机会杀我 我不反抗 不运转法力 任凭你们来击杀 但是 错过了这次机会 你们就再也没有了机会 知道了吗 方寒 你真的决定了 造坏先王的脸上 显现出来了无比的凝重 他在提升法力 无休止的提升 似乎就要展开绝食一击 要把方寒彻底葬送 动手吧 我就站在这里 给你们杀 了却这段因缘吧 方寒随意站立 目光望向苍穹 这段因缘了结之后 新的大时代 也会冉冉来到了 新的时代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很期待 新的时代 是注定我们永生的时代 可惜 你是看不到了 原始之主的脸色 所有的阴沉 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 是一种对于天道的绝对掌握 一种对于力量的绝对掌握 他背后的原始之门 火焰沸腾 随时都可以 把一尊先王 直接扼杀 此时此刻 原始之主 才真正的显现出来了原始二字的含义 真理 启元 这些先王 都相互对望了一眼 包括神族的始祖 圣王 都点点头 然后 看向了原始之主 造化先王 也看向了原始之主 原始之主 那我们就对方寒 进行绝杀一击吧 好 原始之主 你的身躯最为强横 你的原始之门 可以容纳一切力量 我们所有的先王 都融入你的身躯 变化成一尊史上最强的兵器 由造化先王 来催动如何 师祖圣王道 造化先王 对于大道的领悟 最为深刻 招式打握造化 而原始之主的力量最强 配合在一起 一定能够斩杀方寒 对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既然如此 咱们就开始吧 一阵神殿闪烁 所有的先王都开始催动了大树 每一尊先王都在燃烧自己的本源 化为了一道红光 向着原始之主的身躯 冲了过去 一一投入了那原始之门中 巨大的原始之门 刹那之间就膨胀了十倍都不止 原始之主大吼一声 连永生之门都似乎被撼动 自身也开始变化成了一件兵器 这件兵器 四刀四剑 四棍四枪 四锤四鞭 蕴含一切兵器的玄奥 是原始之主自身所化的魔兵 神兵 仙兵 这兵器稍微颤抖 就可以压踏过去未来的一切种种时间长河 鸿蒙道人 方清学等人看的脸色一变 这种兵器 他们就算是全力抗衡 也要被击杀 更别说是站着不动 不运转法力抵抗了 兵器的鸣叫 一股淋浴的气息 直冲天际 似乎要和永生之门争夺锋芒 造坏先王一口鲜血喷射了出来 化为血浮 围绕全身上下燃烧 猛的向前踏出一步 大吼一声 山河动摇 乾坤颠倒 他一手就把这兵器 抓在了手中 兵器一被抓在手中 他的身躯就开始裂开 原始之主和九大先王的联合 化为了兵器 没有人可以把握得住 就算是造坏先王都不可以 但是 他却抓住了 啊 他在消耗自己的修为 每多一个呼吸 他的法力就燃烧一个纪元 鸿蒙大人惊恐道 造坏先王才拼命了 是的 造坏先王拼命了 他掌握住了原始之兵 没把握一个呼吸 修为就燃烧一个纪元 对着方寒 展开击杀 天地之间 没有人能够抵挡住他这一击 方寒 我就送你上路 造坏先王 凛然道 他大踏步前去 一步就跨越了遥远的光年和时空距离 鸿蒙混沌 赐源等任何东西都阻隔不了他 他完全锁定了方寒的位置 手中的原始之兵当头披下 完完全全的是一种窒息 当原始之兵披下来的时候 鸿蒙道人 方清雪等人的眼中都是一片黑暗 再也看不到任何的所有 一切都在这神兵之下毁灭了 兵器降落到了方寒的头顶上 就传出来了瓷器碎裂的声音 方寒果然没有运转任何法力抵挡 所以 他的身躯就开始破碎 然后化为了粉末 所有的晶体神国纪元之道 身躯之中的诸天神物 一切骨子都彻底的燃烧 化解 化为灰烬 在十一大先王的联手之下 没有人能够幸存 就算是诸天骨子都不可以 原始之主的强横到达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境界 而造化先王掌握法则是最强大 加上十足生亡的力量 可以撼动永生之门 在这伟大的存在之上 刻画出来永生的自己 一股毁灭的气息传播了出去 整个天地都围着一阵 似乎向着无边的深渊堕落了下去 天地在变化 似乎是失去了独宰 无数的法则都在散了 死了 造化先王脸色苍白 放开原始之兵 最后 那巨大的原始之兵瓦解 化为了原始之主和原始之门 真理 起源 好气 真灵 十足圣王 次元 这些先王都一一的分开 看着眼前 虚无的一切 我感觉到了 这天地失去了独宰 失去了心脏 好像一个不朽皇帝驾崩了 突然 造化先王大吼一声 方寒死了 被我们彻底斩伤 不错 方寒是死了 永生之门的启灵死了 起源先王也咆哮起来 心中前所未有的兴奋 他统治这片天地宇宙 亿万时空 已经足足有了三千个纪元 到达尽头 最为强大的时候 他死了 是被我们杀死的 我也感觉到 这片天地失去了最终的主宰 新的大时代 就要缓缓降临了 原始之主看着这片天地 他在微微的喘息着 随后 看下了永生之门 此时此刻 那永生之门 暗淡无光 力量似乎也在潇洒 剧烈地颤抖起来 永生之门 因为麒麟的死亡 发生了变化 此时此刻 是我们掌握他的最好一刻 真理突然领悟了过来 冲向了永生之门 方寒死了吗 世间自在王佛的心中 充满了苦涨 他似乎丧失了所有的支柱 想要一屁股端坐下去 一寸先王彻底的颓废了 死死了 洪蒙道人和洪筐祖龙的嘴里 好像含着毒药 接下来 我们也要陨落了 我们无法抵挡他们的联手 造化 原始 太强横了 秦死一战 洪筐祖龙 发出了强烈的战意 不 方清雪摇摇头 方寒不会死 诸王不是万能 而他 无所不能 他会再度复活 斩断所有的羁绊 比刚才 更为强大 方清雪的话 无比的坚定 好像是在阐述一件真理 突然 随着他说话 永生之门刚刚暗淡了下去 接着又是一阵 光芒大作 无数的永生之气 从其中飞了出来 化为一团团的烈日 照耀的整个天地 都是一片清明 那最先冲到了门口 准备进入其中 接受永生之门的真理先王 被这些永生烈日一冲 顿时浑身起火 咆哮起来 好 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又产生了新的变化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 一只大手 从永生之门中伸了出来 这大手覆盖了 不知道多少光年 只一抓 就把真理先王 抓在了手里 随后以捏 真理先王 就玩入一个鸡蛋 炸开 无数的元气和神念 法则 本源 都粉碎 发出来了最后的惨叫 你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整 就已经灰皮烟灭 那只大手 捏死了一尊纵横无数个纪元的先王 轻松自如 宛如捏死一只蚂蚁 速速回来 造坏先王大吃一惊 急忙招呼所有的先王 原始之主 擒住自己的脚步 脸色极其难看 轰呼 一股股的震荡 从虚空之中传递出来 随着这只捏死了真理先王的大手 出现的是一尊巨大身体 这身体 面目清晰 正是刚才已经消失了的方寒 他的法力 比刚才 不知道强横的多少倍 整个永生之门 在他的意念之下 都冉冉的飞起来 固定他的身躯之后 他均临天下 俯视苍生 造坏先王 多谢你 你们的一击 使得我斩掉了所有的羁绊 成功地提升了一个境界 现在 我已经彻底超越了先王 掌握了永生之门 风寒发出了滚滚的声音 不可能 造坏先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怎么可能重新复活 原始之主的脸 也变得扭曲了 这一切都是假的 他在虚强声势 他现在肯定还非常虚弱 不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再度联合 把他击杀 他复活多少次 我们就斩杀他多少次 始祖圣王大吼连连 紫色的神体 高大了千万个光年 酝酿所有的力量 没有用的 先王不是万能 而我 无所不能 突然之间 方寒一步踏了过来 对着诸多先王进行的攻击 机会 我只给了你们一次 现在 所有的因果都已经了结 你们已经失去了所有 剩下的 就是陨落 我将要开创一个新的大时代 你们 不应该存在于这个时代之中 砰 方寒一步就来到了始祖圣王的前面 铁拳一投 立刻 始祖圣王高大的身躯就被冻穿 他施战双手 对着方寒进行攻击 但是 拳头还没有碰到方寒的身躯 就已经开始挖解 吃啦 方寒走过了他的身躯 始祖圣王就已经千疮百孔 倒塌了下去 发出来了最后的声音 我不甘心 不甘心哪 总横了二十多个纪元 一招生灭 声音还回荡于天地之间 他的身躯就被永生之门 吸了进去 我们走 浩气先王 启元先王 真灵先王 次元先王等人 立刻就要逃走 他们尽量的逃算 但是 方寒身躯一闪烁 一道道的光芒 在他们脖子上穿梭而过 顿时 鲜血冲天 他们的头颅 被一下摘了下来 无头的身躯 轰隆隆 倒塌在天地宇宙之中 他们的意念 全部都集中在头颅之中 被方寒摘在手上 有的悲气 有的怒吼 有的哀求 有的相反抗 但是 方寒手掌一抓 所有的头颅 全部粉碎 起元死 刺元死 好气死 一朝之间 诸多先王 如同被杀狗一般的屠杀 方寒的身躯上 并没有沾染一点点的血腥 在场 只剩下了造坏先王 和元氏之主 贫了 元氏之主 突然身躯膨胀了起来 化为了一尊巨大的球体 魔气散发 元氏之魔 万魔处宰 魔魂天地 不灭之境 不朽之道 化不朽为腐朽 你想自爆吗 自爆也伤害不了我 方寒双手一举 背后的永生之门 居然高高飞起 对着元氏之主 镇压下来 元氏之主 在镇压的一刻自爆了 所有的力量炸开 要把天地再度毁灭 可惜的是 他所有的力量 都被吸出 进入了永生之门中 天地清明 最强的元氏之主 自爆都没有撼动方寒 在场 就剩下了造化先王一个 造化先王 你的所有算计 也已经成为了过眼云烟 你追求的永生之道 也成为了虚空 现在 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知道 你的一生都在算计我 想要把我炼化 你来主宰永生之门 但是现在 你也知道了结果 一切的一切 都已经过去 是啊 所有的一切 都成了一场空 天地破了又灭 灭了又破 茫茫沧海 无人永生 方寒 我已经不想看你 开床的新时代了 永生之门的最深处 是什么世界 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想知道了 造化先王 面带微笑 端坐了下去 突然 身上燃烧起了 熊熊之火 我为造化故 无声 圣永生 在南南的声音之中 造化先王的身躯 化为了一缕青烟 他自我化道了 彻底消散 从此之后 历史的长河中 再也没有他的影子 新的时代 将不会有人在记得的 方寒 你赢了 方清雪淡淡地看着这一切 心中了无喜悲 一切都已经结束 逐天之中的花开花落 都和我们没有了关系 随我来吧 进入永生之门 踏入新的时代 方寒面带微笑 看着方清雪 看着鸿蒙 自在 祖龙 纪元门所有的弟子 三千个纪元 已经成为过去 说话之间 他率先走入了永生之门 方清雪等人 也鱼贯而入 他们的声音 全部都消失在了 永生之门的时刻 其中 传递出来了一缕声音 我得永生时 诸天众生 一切种种 皆得永生 听众朋友 您好 到今天为止 《梦入神居》的长篇 玄幻小说 《永生》 就全部为您播讲完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关注 我的其他永生小说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